然后我就没有办法 我买了一个这个 买了个啥 买了一个这个 四方样板的 哦 刚刚我就做的 我来的时候我就说这是啥东西 我还有这个武器呢 哈哈哈哈 这是 这无语吗 无语吗 无语 美国人还在用这个东西 无语 我来一下 我来一下 好 哎 我们 吃个火锅 来来来 欢迎这个 谢谢女朋友回来啊 好 谢谢谢谢 谢谢蜗牛哥 谢谢姐 好好好 总算是成功了 转了一圈 我跟Chris出发之前 我们专门去了趟那个蜗牛哥家里 碰了一顿好吃的 但是我当时是 没有拍视频 哎呀 小火锅 再吃个冰淇淋 吃饱饭了 这是啥时候被撬的 这个车 两个一斤之前 哇 他把这个车门打开了 没打开 只是想 只是想 偷车是吧 对 美国这个也太猛了 这个 然后我就没有办法 我买了一个这个 买了个啥 买了一个这个 索方样板的 哦 刚我就坐的 我来的时候我就说这是啥东西 我还以为是个武器呢 这个 哈哈哈哈 这是 无语吗 无语吗 到美国来还得用这个东西 无语 我也没办法 我也不想 你看我已经被人跳了 这是1月16号被偷的 嗯 就轮子就没了 轮子没了呀 哈哈哈哈 你看 垫的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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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我家的楼里下 哈哈哈哈 美国倒是确实蛮自由 哈哈哈哈 偷车自由 偷轮台自由 我们现在走的是快速道啊 哦 就是你办的那个卡 然后我们车上 刚才有三个人的话 是吧 走起来就方便了 我还没走过这条道呢 哈哈哈 我开车全走免费道 哈哈哈 前面就是雷哥家了 我出发的时候就是雷哥和 蜗牛克那个送的我 来 谢谢哥 谢谢哥 应该的应该的 那你们先赶回去 接小孩 好 后面再见啊 拜拜 拜拜 谢谢姐 谢谢姐 我等一下雷哥 雷哥马上回来了 我到这个雷哥这来 我们研究一下这个玩意怎么玩 就是看太阳 去找个屏的地方 是吧 找太阳光的地方 好 这样就行了 就我前段时间看雷哥拍的星空 太阳啊 月亮啊 还有各种星系 今天过来学习一下 对 而且得找一个 就是要晴天 晴天是吧 没云嘛 至少得是吧 今天还好 今天晚上可能能拍的 能不能拍 就是这个鸡子连的是这个软件 现在在找屏 要到零点几 最好啊 遇到其实就可以了 对拍太阳的话 就是得加个这个滤镜 结果我那 我不跟你说 我不是搞了一个眼镜 看太阳日全石 这个真的可以 这个假设自己要开车出去玩 是吧 戴上一下的话 挺好的 对 他现在就是在自己在校转自己在动一下 对就是第一次他会要稍微慢一点 因为咱们刚移动位置了 哦现在就这就是现在的太阳 对 哦那个黑点就是太阳黑子 可以放大一下是吧 可以 最好在这个屋子里头拍吧 对对对对 可以亮一点 哦 机子放在外头 机子放在外头 然后这边还可以让它自动对焦 哦 好 现在总算知道怎么样子拍太阳黑子了 哇今天太阳黑子还挺多的 对啊 还可以放大点 太阳黑子就是是不是太阳表面 温度较低的那个区域 对 显得黑 其实也是高的吓人是吧 很肯定的 嗯 哦自动对焦 对 然后这个可以 可以 学习学习 这就是直接拍一张照片 哦 就是那天如果说是有日食嘛 不是太阳被盖住了吗 你就可以拍到就可以拍 没问题 还可以拍延迟是吧 是啊 还挺好玩的这个东西 而且还还可以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叫什么 就是就是他会自动的 跟踪这个太阳的运动 就包括那个行星的运动 他会就是赤道仪 可以追踪他 你就可以长时间的拍 哦 否则的话你就会就就像拍那个星轨 他就是一条线了 如果你你架着相机不动的话 嗯 你比如拍十分钟 或者拍一个小时 星星就会 对 这条线他这个东西他会自动的跟 跟那星星走 对 啊 这是白天啊 是月亮 然后应该他也有 晚上拍的月亮 这是晚上拍的 这就是M42 猎狐座 猎狐座的一个星月 就是说 这就是常规的望远镜 天文的 然后那边那个有什么寻心的 这些东西设备 这就是太麻烦了 不智能了这个 我们眼睛是从这看吧 这是梦境吧 是吧 那意思就是这个的看到的就是我 我能肉眼 就正儿八眼的看到的 对对对对 而那个的话就是说是至少 没有武器 就是手机 手机上 那就这个就更真实一点 但是太麻烦了 这个 豆泡油菜 对 哦 素的 鞋底爱吃的 对 我喜欢吃这个小菜 哎好谢谢 我喜欢吃个小烤肉 牛排 你尝尝 来来来来 胖妹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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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哥姐 欢迎大家一起 你要酒味浓 我可给你兑 再兑点 兑点 是吧 这个好浓啊 嗯 这是啥味的 带点稀釉 你那个是稀釉的 对啊 你要是你要是喜欢这三分熟的话 估计就可以吃了 就是我觉得这边吃这牛排还是比较安全的 啊 姐 老公的这个酱是可以 对 上上回我就拿这个酱拌的面 你要下次走我可以再给你带走点 上次我就拿这个酱拌的面 对 哇 姐 上次我出发就从这儿出的发 姐呢在冰箱里给我们切好的牛肉啊什么的 喝下去茶烤肉 对 然后还有这个茶烤肉 我跟那个Chris就忘带了 然后我俩 我俩走在那个沙漠地带 就是那个内华达沙漠 我俩就在那儿 想念这个味道是吧 我俩就在那儿后悔啊 哈哈哈 他打电话说你们回来去吧 我说我都跑出去好几百个 一百多英里的 可以了 蘸这个 这个 可以的 这个都可以 蘸这个 蘸这个 嗯 嗯 肉好 我就说剪辑这个是不是 嗯 非常费时间 剪辑视频 反正我到现在 今天发的视频还没剪呢 过来回去再说 所以说 嗯 你们要看到这段 你们会 我应该是看过你的视频 但是我老 我老觉得 这个人好像 也熟是不是 对啊 这个著名的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虾溜达 虾溜达 就是 4月19号的视频呢 可能要之后一点啊 因为 我在这吃饭 哈哈哈 嗯 哇 烤香菇 哪一个可以吃了 都可以吃 你看这里有水呢 这个水最多的 你就找 然后先喝了汤 对 然后也是蘸点这个汁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在这上面 嗯 给你加点那什么 嗯 这个好像也行 我给你夹出来吧 这个 这个 这个小菇 肯定国内带过来的 不是 在这买的 我在小红包里买的 不行啊 在国内买的这边 就是功率减半 才是220伏 哦对啊 这个110伏 我别搞笑 我买了一个挂烫鸡 嗯 就是我不是 起不来是吧 我也是 你得你跟我要 我这有啊 我不是去那个 这个我不要 嗯 我带了一个小菇 国内220的 然后 到了这边来 烧开水都费劲 就减半嘛 能吃吧 功率110 那他这个也是110的功率 为什么这个就能起来的 这是为这制定的 制定的 哦 我就是说 看你的火力这么炸 不一样 我觉得 你看电视上 现在放的是我的视频 嗯 就是 2000多个视频嘛 就是说 随机播放就行了 有这方面的 你知道 学 学 学 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点个赞 这几年就没变过 那就先走了啊 拜拜拜拜 拜拜 好 你帮我视频上剪 哈哈哈 多关注多关注啊 好 就是 这点北京 这个什么小吃 一个鸽子盒 一个这个叫什么 糖火烧 老北京牛街糖火烧 对 这是带给艾伦哥的 雷哥也把我送回来了 现在都 快12点了 刚才再把视频剪了 然后上传发布 就是 耽误了点时间了 所以说 4月20号 星期六 下午3点多钟 我才把视频更新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确实是所有的活 全部都我一个人得干 有的时候 我一下子 休息开了 有时候忙忘了 怎么样子的 或者是没带电脑出门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现在只能 就是晚上加班干活 还有今天好消息呢 就是经过了五天的运输 我的这个护照 总算是到了这个 洛杉矶那边的 加拿大签证中心 他呢也给我回复了一个邮件 就是他们收到了 我的这个邮件 然后还有一个类似于 就是追踪号码 check number 我呢也去查了一下 现在就是在办公室 等着受理 就没了 我还以为说是今天收到了 以后呢 那一看哎呀赶紧的给我贴了签证 然后给我游回来 没有 就是就是就是估计 明天明天周末嘛 然后两天估计星期一星期二 有可能能把签证贴了 然后星期三星期四或者星期五 护照才能回来 就这么一个事儿 两个星期 那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美国效率就这样 好吧 好了 这个视频到这结束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 环球旅行计数片 点个关注点个赞 就这样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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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